这个是我在别的诗大诗讲 因为我连织一曲 练到最后 自然而然会出来 不是自然而然 就是你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一边在弹的时候 你到时候再去思考 你现在在想怎么用还造了很 你一直练 我就不知道啊 那你现在不是练得蛮好了吗 而且你会弹的哪个手都发行命啊 那表示说你这样弹下去 你最起码你这个地盘也搞清楚 稍微有点概念 然后还会 就会那种拍子 这个前弹后转的Swing的拍子 就一直背它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三拍的这种股杆 三拍也是一样的类似这种 就一直背它 那和弦最起码你现在 你弹弹弹的时候 比如说哪个手都发行命啊 你对地盘你大概知道 你会本人的大概知道这些地方 是 那以后的话 慢慢慢慢慢慢的 在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才会有办法 现在还没办法用 现在就是死了 你就练到 不然你哪有机会 手指 练手指的机会 你不可能有手指练 而且这样练下来的时候 地盘也练到了 手指也 重点是手指也练到 第一的练手指 我就怕我自己称老年痴呆 所以 就会是练这个 年轻的练ную 所以练这个有两个好处 不是两个好处 三个好处 第一点 你练下去哪个手都发行命啊 公司都背钱 对不对 在你手指 手指也练到 手指 叮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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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练着 不然的话你如果只是练歌曲你不会进步 你这样练这个你手指 五只手指全部用不到 地盘也知道 那些三样好处 这个练是非常有用的 那你现在 现在你不要想去怎么用它 你愿意就是练它 然后练完之后你再练歌嘛 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小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就是我练这个认证诗 好吧我这个现在以后就这个实体的对不对 因为这个比较 看起来比较实在一点这样 好吧就是刚刚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你这个练完之后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个 你就一直练这个这样的 你先不要那个 不要念 先一步一步来 懂不懂 一步一步来 如果这个很熟了 然后再来 我先去看 你这个练习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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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